海賊王DIY日記 朋友這邊有一台分離式的電瓶冷氣 吹到一半就不涼了 但是怎麼看都很正常 這台冷氣狀況蠻特別的 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冷度也夠但是 好像會忽然停下來 這種老定瓶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不到他的故障嗎 現在很正常而且吹出來的空氣還蠻涼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室外機 運轉正常感覺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也許走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就停下來了 哎呀都好好的怎麼停掉了 這種沒有顯示螢幕的冷氣能叫出故障嗎 至少我叫不出來 沒關係我們來試試這個 既然沒有辦法拿到參數的話 依照慣例呢 好做的先做便宜的先做 所以我在這裡先鎖定了室內機的溫度Sensor 一般他就是在那個電路板上面啊 用插角可以直接拔下來 我們先把電路板打開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ensor的位置 每一家冷氣安裝的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他一定在騎片上面 這個時候我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 用海捷王的手去捏著那個溫度Sensor啊 就可以驅動冷氣了 啊這樣不就是送分題了嗎 接著出現一個奇怪的問題 這個熱敏電阻竟竟然拆不下來啊 怎麼會把這個零件直接燒死在電路板上面呢 啊然後拔一拔就斷了 結果一件超簡單的事情呢 變得有點複雜了 我們把電路板拿下來再說吧 那來測量一下熱敏電阻好了 這個是新的5K熱敏電阻 目前的室溫量出來是4K 來我們量一下舊的 這多少 4.2 這個差距比我想像的 小了很多耶 對照5K熱敏電阻的數據 其實只差了一度而已 這個誤差值呢應該在合理範圍裡面 但是呢已經做到這裡了我們還是把它裝回去試試看吧 因為用海捷王手指的溫度就可以驅動這台冷氣 所以我覺得那個熱敏電阻呢還是有很大的機會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一個誤差值超過了控制冷氣的範圍 海捷王還有另外一個更殘酷的事實你沒有講吧 那個線桶都已經被你拔斷了能不換嗎 但是我手上沒有那個插座 所以就在廢品區裡面呢找一個可以用的東西拆下來 所以有一天我應該要去弄清楚這些接頭的規格 有沒有就是這個白色的塑膠座 好像拿的也不是很順利 現在塑膠拿下來的針腳還在上面 但塑膠殼拿掉之後這個針腳就比較好抽出來 拿下一隻了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隻 好兩隻都拿下來了 雖然弄到有一點變形但是給他夾一夾就好了 我們把夾好之後呢裝到冷氣的主板上面 這裡還是要給他焊好耶 來第二隻腳一樣給他焊上去 電表測試一下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把塑膠做再把它裝回去 其實他卡的有點緊我怕直接壓下去呢那個銅箔會被壓出來 那個東西抵著之後呢再把它按下去 試插一下熱敏電阻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這確認一下不要虛漢 好這樣OK的話就回裝吧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就是那個街頭插一插而已 做這個一定要斷電喔 雖然我沒有拍了 接下來就是把炫耗線跟電源線鎖好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些螺絲鎖一鎖 這就大家說的下巴啦 來接線盒盒蓋 一樣給他鎖上去 裝上空氣濾網 接著蓋上外蓋 然後就看他可以運轉多久了 然後就看他可以運轉多久了 我要等他 接下來就是正常運轉 一覺到天明了 咒月 謝謝 恩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 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 分享 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小朋友